官員我們想要請教一下說傳出這個總統會在卸任前行使特赦權 那府方這裡的回應 好 我們在上週都已經有一再重申跟說明 就是關於陳前總統的身體狀況 現在是我們最首要關心的議題 那其他我們都是依照相關規定來辦理 據聞大概在可能在明天 我們的即將卸任的蔡總統 可能會對陳水扁前總統來進行特赦 經過昨天一整天的巡答 到目前為止法務部都表示無所知悉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即將卸任的總統在即將離開的時候 做這樣的一個突襲式的一個特赦 這是總統的職權 我們予以尊重 但是到底這一次的特赦 如果真的發生 到底陳水扁先生有沒有道歉 有沒有認錯 有沒有把所有不法所得 有沒有通通沒入 未來剩下的四大刑案 弊案要不要繼續追下去 而所有在這個保外就醫期間 所有違反相關規定的這些行為 是否也一併的要以赦免 我想今天蔡總統在卸任前 如果要做這樣的一個特赦 到底跟全國國人有沒有講清楚說明白 這固然是總統的職權我們尊重 但是對國會對全國人民 要一個最基本的告知的義務 是什麼原因要來特赦 因為畢竟這對我們所有全國的教育 對我們的下一代都必須清楚的了解 為什麼一個貪污的總統 做到總統還要貪污 然後呢 為什麼他的接續下來的後面的總統 要對他執行特赦這樣的一個特權 要讓國人能夠了解 如果這有助於全國的朝野的和解 以及讓整個全國人民能夠團結在一起 如果說這樣可以團結大家的話 那請把原因能夠告訴全國的國人 而不是用一個突襲式的方式 到目前為止在立法院的尋答當中 不管是司法院還是法務部 對這個事情到目前為止都無所窒息 所以我們不希望說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全國國人完全都不了解的情況之下 而蔡總統已經要離職 卻對不管是對賴清德總統也好 到底公不公平 對全國國人也好到底公不公平 丟下這個震撼彈之後離開 這是不是一個負責任的總統 要跟大家講清楚說明白 市長目前周刊報導說 總統府可能在520前會特赦成水平 那您自己的態度比律師立長來看會贊成 特赦它牽涉的層面非常的廣 不管是相關法律規定的適用 行責的免除甚至包括不法所責 是否要如何是否還給被特赦等等 所以這個部分社會稿股的關注 總統應該要神聖思考 我想問一下說今天有周刊爆料 就是總統蔡英文在現任之前 我想要特赦成水平 那這個部分的話有沒有可能 現在是先把這個 把這個球丟給即將上任的賴清德 首先特赦是總統的憲法職權 那不管是蔡英文或賴清德要特赦成水平 他確實有這個憲法上的權利 但是蔡英文敢在任期的最後 那媒體報導拋出這樣一個題目的話 我想當然有兩種可能性 一個就是說也幫這個賴清德 在他上任之前就把陳水扁 是否特赦這個問題先解決掉 不過我還是要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說其實陳水扁的特赦問題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在於說 他以所謂的這個保外就醫 以所謂的無法訴訟的各種理由 拖延訴訟 所以他現在其實不只是定驗的判決 然後他受有罪之宣判 那這個部分特赦就是總統的特權 但是問題來了 陳水扁還有很多的一些案子 他其實還在細頌當中 那這個特赦是不及於這些所謂 細頌中的案子 那也希望這個蔡英文總統 如果要特赦陳水扁的話去講清楚 那總統有沒有權利去特赦一個 還沒確定判決細頌中的案子 那這個部分其實也是有爭論的空間 但不管怎麼樣 陳水扁總統他的任期 任內其實是驗證了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民進黨的這個貪污的總統 那這個貪腐的一個政權 那今天蔡英文他必然得要面對說 特赦一個貪污總統 這樣的一個社會的議論 但是不管怎麼樣 既然是他的總統的憲法職權 那就看他怎麼行事 OK 好 謝謝 傳出我蔡總統打算在卸任之前 要來特赦我們的審前總統阿扁 我覺得就是陳水扁他要特赦的話 有三個條件他要做到 認錯 道歉 還錢 第一個要認錯 說我的確做了這個 他曾經講過做了法律不容許的事情 大家這樣選你 這麼多票給你 你幹這樣的事情 犯了這個不可原諒的錯誤 要請大家 這個包含原諒 那第二點要認錯還要道歉 深深鞠躬 幹了不應該幹的事情跟他道歉 然後所有貪污的錢都要還出來 認錯道歉還錢 缺一不可 今天假如說你因為政治的理由說 因為賴清德當選了 蔡英文要下台了 然後趁著下台 趕快這個 這個臨去秋波 那這個是沒有正當性的 你陳水平真的要做到認錯 道歉還錢 我這樣也是最低的 最起碼的要求 既不認錯也不道歉 錢也還得不甘不脆 甚至沒有把所有的 貪污的錢都還出來 那 那這樣的 這個 就是說 只拿其中一部分出來 我覺得這個也不行 而且實際上 到底貪了多少錢 大家也不知道 是不是就是台面看到這些 我也很懷疑 所以至少我們知道的 你都要還出來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最起碼的要求 阿扁前總統 蔡總統剛剛特色 那 因為他那一邊寫得比較細 如果特色的阿扁 連這個所謂不把所有的實力 都要還給阿扁 嗯 對沒有錯 其實阿扁特色的問題 從蔡英文上任 之初其實就一直提到 可是 他當了快八年的總統 一直沒有特色陳水扁 現在竟然是要在他卸任的時候 特色陳水扁的話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很離譜的事情 那麼 是故意要讓這個未來的賴清德難堪 因為大家都知道 跟陳水扁的關係 賴清德跟陳水扁的關係更好 所以 我覺得蔡英文 因為他現在世上是一個看守總統 他不宜做出任何重大的一些政策 可是現在傳出可能特色陳水扁 那當然大家也知道 陳水扁在這個所謂的保外就醫期間 那其實非常非常離譜 他現在包含什麼演講啊 助選啊 還開直播 那甚至還說他幫他女兒去打官司 還能夠勝訴啊 那其實呢 這樣的一個做法其實已經践踏司法 可是問題是 第一個陳水扁從頭到尾他沒有認罪啊 沒有認罪的人你如何特赦他 那另外一個現在牽涉到一個不法所得 因為現在事實上他所謂的在海外的這個藏的錢 有大概有11億之多 那現在這個不法所得沒收的也只有3億 那麼就是說如果今天特色陳水扁的話 那麼這個3億以外的這個11億其實呢 通通都要還給陳水扁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說法是不是在做一個破梗 也許媒體也是在做一個破梗 希望蔡英文不應該在他即將卸任的時候 最後做出一個這麼重大的特色的決定 委員想問一下陳水扁特色的問題 有沒有可能是現在蔡英文就是現在拋出這樣的議題 然後讓蔡英文保守的議題 然後等到賴清德上任之後 他才來宣布特色 那同點是要來安撫派的事嗎 我覺得也不用把蔡英文想到這麼偉大 說他會處處為賴清德著想啊 好像以為蔡英文是幫賴清德來幫他拆炸彈 事實上我覺得根本是埋一個炸彈啊 你想想看這個特色的問題 蔡英文都快八年他完全不去處理這個事情 那麼現在即將賴清德要上來 那賴清德上來之後 其實大家一定會問他說 你要不要特色陳水扁 你要不要特色陳水扁 因為不要忘記哦 以前賴清德是主張特色陳水扁的哦 所以現在蔡英文在即將要卸任的時候 把這個話題重啟 根本就是要為難賴清德嘛 其實你可以看到 蔡英文他留下來的包含漲電價 還有包含費死的議題 很可能在賴清德上任沒有多久 就會直接面臨到 現在呢又丟給他一個要不要特色陳水扁 我真的認為啊 蔡英文不是幫賴清德來提前拆炸彈 根本就是埋一個不定期的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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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